5月13号8时,第六届汶川马拉松在四川省阿坝州汶川县应修镇明腔起跑 近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跑友汇集在应修镇,用脚步丈量汶川15年叠变 当日午时许,在应修镇东莞大道上,已有不少跑者开始了赛前准备 街道上每一家饭店都准备了上百份早餐 店家,鸡蛋,牛奶免费吃的吆喝声不绝于耳 来自广东佛山的鱼绝粪,一大早就从成都赶到应修 专程来参加马拉松 虽然抵达时间并不长 但于绝分直言,现在的应修让他无法想象这里曾遭受过大地撕裂的震荡 也是在外地出差嘛,当时是 所以在电视上看到,其实当时的心情也挺沉重的 这一次我也来成都办事,然后顺路就过来看一下 基本上完全看不到了 就我是看到一个全新的汶川,一个全新的应修 一大早从崇州赶来专程参加马拉松的还有跑者张浩 张浩表示,作为一个经历过汶川地震的四川人 在512汶川地震15周年之际重返应修更有意义 他也希望能借此机会好好感受应修重生的能量 我觉得这次过来城市啊,然后还有名就是这边的建筑啊 这些都有福田盖底的一个变化 在跑的过程中肯定要用手机,然后和眼睛去记录 然后跑的这个过程和跑的这个风景 然后还跑的沿路的这些建筑啊之类的 因为还是特别有意义在 因为我的话是2008年的时候呢 当日七时许,跑者们开始陆陆续续通过集结区走向简路点 作为512地震的亲历者,于一郊已是第四次参加温马 对于一郊来说,温马的举办是一次让更多人了解应修 认识汶川,见证镇后蜕变的机会 能参与其中,他倍感荣幸 我是512大地震亲身经历者 当时孩子出生只有15天 亲身感受了地震山洞地摇,山崩地碎 然后就是满面窗上的那种感受 这15年来就是在全国各地人民的帮助下 给了我们温川第二次生命 得以让现在温川建设的这么繁华 然后现在我们就通过这个跑步 很多原建者过来跑 还有些以前地震参加救援的 来感受他经历过的地方 就像是他的第二个家乡一样 来感受变化 同样是512地震亲历者的汤星月 因地震导致脊椎受伤及髋关节脱位 让他的身高停留在了1.3米 曾经只敢作为志愿者参与到温马中的汤星月 今年在亲友的鼓励下参加了本届问马 想挑战自己吧 因为这个我受伤的时候 髋髋脱位一直都不敢去跑步 一直不敢运动 炸门口这么漂亮的环境去跑 而且有这么多的当地的这些人们都在参加 我说我也来参加一下 跟之前当志愿者那种感觉又不一样 就感觉自己是其中的一员 据悉 本次问马设置男女半程马拉松 无忧跑 山径跑组别 其中半程马拉松从应秀出发 途经悬口隧道 寿江大桥 禅寿老街 最终到达水墨谷镇 此外 参赛选手赛后还能免费畅游景区 感受汶川应秀的重生